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宗思花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带大家去一下我老家 这个是我以前小说住过的地方 我大概有十几年没有回家的 现在那个路都已经长草了 我们上去看一下 好多年没有回来了 谁在这里养鸡 这个房子是很早之前建的房子 这个是我大姑妈建的 也不算是我家吧 因为我小时候就在我大姑妈长大 我长满了草 谁在这里养鸡 以前我大姑妈的房子在这里的 后面因为那个山地滑坡 然后倒了 所以在这里重新建了一栋 刚刚我们去从下面这边过来 现在已经很久没人住了 只建了一层楼 看都是大山 山里面 这次交通现在还不是很方便 所以 进来的话还是比较困难的 后面这边有一条路一直 去到山后面 那边有一个叫做那个轩人潜 就是那个潜水 传说是什么感冒发烧 喝了那里的水 都很太好的 我小时候就提过 不过现在这里的路 走不了了 现在这边都已经山体滑坡了 那个后面可以一直上去 一直上到那个山后面 走路的话大概半个小时 就能到 改天的话带大家 去看一下那个 悬眼吧 好了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 感谢你多感慨 再见